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,77岁黄兴老翁骑机车准备到台中荣总就医,结果因失智迷路,姓路人发现报案,丰元分局大雅分住所远景赶紧将他带回所内,并通知家属前来领回其家住大雅区的黄姓老翁,77岁,骑机车在大雅区上山路66号附近迷路,路人发现报警, 丰元分局大雅分住所警员张胜雄和佳琪赶到,发现老翁左脚装有一只,加上天气炎热,体力透支,才将机车停在路边休息,因警方联络不上家属,于是将老翁带回派出所吃午餐,一边等候家属,黄翁的儿子随后赶到派出所指出,父亲因略有失智现象,经常出门就会忘记回家的路, 这次是因要去台中勇总就医,因路况不熟才迷路,感谢警方协助,警方表示,家有失智老人,应尽量避免其单独外出,以免走失,同时应给予佩戴足以识别身份的物品,以防不慎走失时,可尽快协助其。 你